用餐时间台中市好热 气温来到29度 小吃店的玻璃门写着冷气开放 店里面却只开电风扇 顾客默默挥汗吃面 老板都看在眼里 因为电费的问题令他相当烦恼 经济部决议4月起 小商家用电的部分 1501度以上要涨3%到5% 老板打开电费账单 去年夏天冷气开放 就用了2880度 早就超过涨价门槛 今年4月电费寒涨 老板好无奈 应该自己吸收还是可以 就怕涨价客人不来了 电费增加的话 先考虑自行吸收 再看这家牛排馆 要让客人用餐舒适 冷气就是得开 还有冰箱里的肉品食材 也要用电才能低温保存 大概5000多吧 看有没有办法吸收 不然还就是在调整价钱 听到电费涨不只业者心都凉了 民众也是心慌慌 马上检查自家上期的电费账单 发现用电量突破涨价门槛 经济部调整电价一开始强调一般民生用电700度以内不调涨 但不少民众夏天开冷气早就超过700度 认为影响范围高出政府的预期 台电表示电费调整是因为国际燃料费用上涨的影响 也参考了各国调涨幅度 大多在26%到73%之间 这次调整已经是比较低的幅度 也希望商家和民众能够多多节约用电 华市新闻林建坊张志军 台中报导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市 还没有订阅华市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市YouTube节目